同学们大家好 上节课呢给大家讲解了 Props、State和组件Render函数的一个关系 当组件的Props或者State数据发生变化的时候 组件的Render函数就会重新的执行 组件呢就会被重新的渲染 React之中呢实现这种重新渲染 它的性能是非常高的 因为它引入了一个虚拟DOM的概念 那这节课呢我们比较偏向于理论 我呢要给大家讲解清楚 React里面它的虚拟DOM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我们说虚拟DOM带来了 非常有变革性的一个改变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一起来进行虚拟DOM的学习 打开之前我们写的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会有一个State 还会有一个Render函数 OK当State发生改变的时候 Render函数会重新的执行 重新的去渲染一次页面 假设没有React 我们自己要实现这个功能 那应该怎么实现呢 我来给大家有一个思路 第一步我需要定义一个State 然后先有数据 这点大家应该没问题 大家看我第一步先有数据 第二步我干什么呢 我有一个模板 在我们的这个代码里面 模板对应的是哪一块的内容 模板对应的就是Render函数 这块的GSX的代码 我们把它呢叫做一块的模板 我们现在呢有了数据 有了模板 第三步 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把数据 这块我写的完整一下 叫GSX 它叫做模板 我们要把数据和模板 相结合 生成真实的Done来显示 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这个原理 那首先呢 我呢定义了State 然后呢就Render里面 我又定义了模板 然后呢Render函数执行的时候 它会把数据和模板 相结合 生成一个真实的Done 然后呢 把Done挂在页面下 这样的话就实现了 有了数据 有了模板之后 页面就自动生成了 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么继续 我们再往下走 一旦数据发生改变了 我们说State发生改变 这个时候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假设我们要实现React 我们会再做一次操作 数据加模板 结合生成真实的Done 替换原始的Done OK 大家想一下 如果让我们最简单实现 React的底层 这么实现 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先定一个数据 有了一个模板 然后呢 一开始的时候 让数据和模板 结合一下 大家想一下 我数据有了 模板里面 嵌套的是数据 把这些数据呢 替换成模板里的数据 这样的话 我这个模板里 就变成了一块 真实要显示的Done区域了 然后把这个内容呢 挂载到Done之上 页面上就会显示出 模板和数据 结合之后生成的结果 一旦你数据 发生改变的时候 Render函数 重新知晓 Render函数干什么呢 它把新的数据和这个模板 做一个结合 把模板里的数据替换成新的数据 这个时候 它会生成一组新的Done节点 那么我们用整个新的Done节点 替换掉以前老的Done数 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数据更新 页面更新的这样一个功能 好了 这么做 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我们说它的缺陷是什么呢 State模板 这都没有缺陷 缺陷在于这儿 你第一次的时候 生成了一个真实的Done 那就来看 缺陷 第一次 生成了一个 完整的Done片段 那你第二次呢 又生成了一个完整的Done片段 然后第二次的Done 替换第一次的Done 它的缺陷在于哪呢 非常耗性能 来看我们的这段代码 大家看 我这里呢 有一个输入内容 有Input Value 有这个下面的一些Todo Item 那大家来想 假设这种底层的实现会有什么问题 当我的Input Value发生改变的时候 其实我们页面上的Done结构 只有哪一块需要变化呢 只有Input这块的Done 需要做一些变化 但是假设我们这种实现方式 它是怎么样的 你虽然只有Input的数据发生改变了 但是我需要把整个的Done区块 重新生成一次 替换掉原始的Done区块 这样的话 你生成一个完整的Done片段 很好性能 替换掉一个完整的Done片段 也很好性能 所以呢 第一种实现方式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缺陷 那我们就想 我们应该如何改良呢 我们可以想 我们尝试去改一下 首先呢 依然是有数据 有模板 然后呢 第一次上演的时候 我要生成一个Done 挂载到页面上 没问题 好 第四步也是一样的 State发生改变 那第五步怎么办 第五步呢 我们说 我们这样来做 数据加模板结合 生成真实的Done 我们这个时候呢 生成真实的Done 和以前一样 但是 并不直接替换原始的Done 那我们下一步干什么呢 我们拿新的Done 和原始的Done 做比对 找差异 第七步 找出Input框 发生了变化 第八步 怎么样 只用新的Done中的 Input元素 替换掉老的Done中的 Input元素 这样的话 性能会不会有所提升呢 我们来思考一下啊 前五步 真实的Done也生成了 它们的区别在于什么呢 其实就在于 当我新的Done生成之后 是否完整的 直接替换掉以前的Done 那第一种方式 我是直接拿新的 替换掉以前的Done 第二种是怎么回事 我生成Done呢 我并不着急 直接替换于 页面上显示的 这个原始的Done 我呢是拿新的Done 其实这个Done 就是我们GS底层里的 Document Fragment 叫文档碎片 它是在内存里 但这个时候呢 并没有真实的 挂载到页面 我拿这个Document Fragment呢 和页面上的Done 做对 来看一下 新的Done和老的Done上 哪些细节点有差异 我发现呢 只有Input框有差异 这个时候呢 我就没必要用 新的Done 完整的替换老的Done 我只是要呢 找到新的Done中的 Input元素 替换掉老Done中的 Input元素就行了 那么其实呢 第二种方式 它是有一定的 性能提升的 乍一看 好像多了很多步骤 但是性能 确实会有所提升 为什么 大家来看啊 其实 当我用新的Done 替换掉老的Done的时候 涉及到Done替换的操作 或者 Done比对的操作 实际上是比较耗性能的 所以这一步呢 替换原始的Done 耗费了大量的性能 那么我们看 新的做法是什么 我呢 不去替换原始的Done 我是拿新的Done 和原始的Done 做对比 只去更改原始Done 那一小块 局部的Input元素 这样的话 Done的替换 内容变少了 所以这块性能 得以提升 但是问题又来了 虽然它节约了 这块的性能 也就是说Done替换的性能 但是它又损耗了一部分的性能 那损耗的性能是哪里呢 它损耗的是 新的Done和原始Done 做比对这块的性能 那么我们想 这样的话 其实你节约了一点性能 又消耗了一点性能 你其实在性能的提升上 并不是特别明显 我们再写第二种方案 我们再写第二种方案 缺陷性能的提升 并不明显 于是我们说 React提出了第三种方案 也就是虚拟Done方案 我们来看这个方案 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第一步 依然是拿到数据 第二步依然是去取到模板 第三步呢 我们往下 一样 数据加模板结合 生成真实的Done 其实呢 第三步和第四步呢 我这写是有点相反的 但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呢 我先这么写着 第四步 生成虚拟Done 好了 大家可能会不理解 虚拟Done是什么东西呢 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大家一定要记住 虚拟Done就是一个GS对象 用它来描述真实Done 就这么简单 比如说第三步 我们呢 数据和模板结合 生成一个真实的Done 这个真实的Done呢 长成这个样子 我来举个例子 DIV 里面有一个spam标签 spam标签闭合 DIV闭合 中间呢 是一个hello world 这就是我们生成的 真实的Done 那么第四步 它会生成一个虚拟的Done 大家先来看 虚拟Done是什么 是一个GS的对象 很显然它是一个对象 当然呢 其实呢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 数组结构的一个对象 首先呢 第一个参数呢 这里面放的是 最外层元素的这个标签名 它叫做DIV 然后我们再来看 它呢 会有一个属性 假设我这个DIV上 有个ID等于ABC 那么这块呢 你可以写一个ID 冒号ABC 来代表呢 我有一个DIV标签 它上面呢 有一个ID等于ABC的属性 这些属性呢 放在第二个 这个数组的第二项里 好 数组的第三项是什么呢 是这个Done 它的Trojan 也就是它的内容 它的Trojan是个什么呢 我们又可以写成一个span 对吧 但实际上span呢 又可以用一个虚拟Done来表述 所以这块应该怎么写 第三个参数代表 是它的一个Trojan 它的子节点 那么这个子节点呢 依然又是一个Done 所以我又要用三个东西来表述它 首先 子节点的标签是span 它上面呢 没有任何的属性 所以是个空 子节点的内容是个什么呢 是个字符串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把Hello World 写在这里 大家来看 首先 通过这样的一个GS对象 我们就可以表述上面的Done结构了 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事情呢 首先来看啊 最外层第一个参数表示 最外层是个DIV标签 它呢 上面有一个ID等于ABC的属性 它的内容呢 又是一个span标签 span上什么也没有 它的内容是Hello World 我们通过一个GS对象 完整的描述了上面的Done结构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虚拟Done 所以呢 在react之中呢 首先呢 我会生成Done 然后呢 生成虚拟Done 接下来干什么 第五步 我们说state 发生变化 第六步 干什么 因为你生成了真实的Done 生成了虚拟Done之后呢 你这个时候 页面上已经显示出了这个真实的Done 同时你又有了一个虚拟Done 那么第五步的时候 当我数据发生了变化 我要干什么事呢 很简单 我去生成一个新的虚拟Done 假设呢 我的数据里面Hello World变成了Bye Bye 那么新的虚拟Done呢 就会怎么生成呢 拿到你的state的数据 拿到你的模板 这个时候会生成一个新的虚拟Done 然后呢 它的内容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Bye Bye 好了 于是乎 你现在有一个原始的虚拟Done 在第四步生成的 你又有了一个新的虚拟Done 在第六步生成的 那么接下来第七步 干什么 比较 我们在这写一下 比较 原始虚拟Done 和新的虚拟Done的区别 我们可以看到 Bye Bye这上面有区别 找到区别是spam中的内容 第八步 直接操作Done 改变spam中的内容 好了 这就是react之中 结合了虚拟Done的一种解决方案 那么我们来看啊 这种方案 相对于上一种方案 有什么样的好处 第一步我们来看 都是创建数据 它不会有任何的性能提升 第二步呢 说GSX模板 这块呢 你有个模板 两个都是一样的 也不会有任何性能上的差异 第三步 大家来看 你生成真实的Done 好像也是OK的 再来看 第四步 下面的呢 生成了一个虚拟Done 而上面的呢 并没有生成虚拟Done 好像第四步 损耗了性能 它并没有提升性能了 反而损耗了性能 我们确实是这样的 当你生成虚拟Done的时候 实际上 在下面的这种方案里面呢 它多生成了一个GS对象 所以呢 它是有一点性能的损耗的 但是呢 这块的性能损耗极小 用GS生成一个GS对象 它的代价是非常小的 但是用GS生成一个Done 元素 它的代价极高 为什么呢 底层的原理是 GS呢 创建一个GS对象 其实很简单 但是呢 创建一个Done的时候 它要调用 Web Application 级别的一个API 所以呢 这种级别的API 它的性能损耗是比较大的 大家记得就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到了第五步 State发生了改变 好 这块呢 对应的是第四步 State发生改变 我们继续往下看 它俩没什么差别 那旧的方案是什么 它呢 会拿新的数据和模板 相结合 生成真实的道路 而在我们新的方案里面 不是这样的 我们新的方案是怎么样 数据加模板 生成新的虚拟道 Sorry 应该写在下面 我把这儿清一下 写在这里 数据加模板 生成新的虚拟道 好 这一步就极大的提升了性能 我们想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就说过 当你呢 去生成一个真实道路的时候 它的性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但是当我们生成一个新的虚拟道路的时候 实际上本质上 在生成一个GS对象 GS对象创建的过程 它的性能损耗是极低的 所以在第六步的时候 我们节约了大量的性能 那么我们继续去看 第七步的时候 以前第七步 它是怎么找差异的 它是新的Dome和原始的Dome做对比 也就是两个Dome层的东西在做对比 只要是Dome相关的内容做对比 它就是很好性能 那么我们看 我们在这里 比较的是什么 我们比较的是虚拟Dome和新的虚拟Dome 我们比较的是原始的GS对象和新的GS对象 两个GS对象的比对是非常不消耗性能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这一步上我们比较虚拟Dome也极大的提升了性能 好继续 我们找到差异之后呢 发现只用改变input元素 那么我们直接操作Dome中的input元素就行了 所以呢 那在这儿你也是直接操作Dome改变对面span中的内容 所以它俩呢 都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React之中呢 引入虚拟Dome 它为什么能提高性能呢 它是减少了对真实Dome的创建 以及真实Dome的对比 取而代之 我创建的都是GS对象 对比的也都是GS对象 通过这种方式 React的底层实现了极大的性能飞跃 好了那讲到这里呢 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清楚了 React之中虚拟Dome的概念 那么以后呢 大家遇到面试官 那你虚拟Dome是什么呢 其实你应该表述的很清楚 本质上它就是一个GS对象 那之所以能够提高性能 本质上是因为什么呢 GS里面去比较GS对象 不怎么好性能 但是比较真实的Dome会很好性能 好 那么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